我们分享一个画面出来 再给30秒,你们点名吧 开始的时候,我会和你过一些很重要关于NCAM的内容 我希望10分钟至15分钟,接着就会和你分类CSE的PASS PAPER 关于根据不同的体型和你去做一做 OK,差不多了,差不多点了名字了 好,那我们就,我和你看一看 之前呢,上个星期左右,应该前两三个星期左右 我都派了NCAM和IndustrialCAM的精读笔记 就像这个,brief notes 这个是TOPIC15的,这个其实就是PAPER2的第三条 有A,有B,有C,有D 另外,TOPIC13呢,就是PAPER2的第一条 那你们呢,是不会做PAPER2的第二条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 OK,那在那份笔记里面呢 有些基本资料呢,这些没理由不懂 CAPER2是蓝色,是吧 PERMANGANATE,大空微,是吧 紫色,橙色,这些第一日学 你就觉得很难背的,来到我们 你还是这一班,是不是 你坐底拿Level4有机会再升高一点的 那所以呢,你们应该背到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我慢慢讲了 好了,另外呢,如果你记得呢 融不融在水呢 这个呢,就原来有五个 底下呢,是融在水的 有三个呢,都一定用 是CATION来的 大正的ION POTASTIUM SODIUM CATION的话 不管它NIN什么都用 另外有两个呢 是NIN来的 就一定用 好,另外那些不用的那些呢 这些都要背一背的 OK,那这些呢 就背过的了,OK 好,接着TEST FOR GUEST 那这些应该懂了,是不是 什么BURNING SPRIN BURN WITH SUPPOXAN GLOWING SPRIN RELIGHT LIGHT WATER CO2 TURN MILK 是BURN 水呢,就用ANHYDRAS 有时候我们都不用ANHYDRAS 用DRIED COBOL2 CYPAPER BLU2 PINK 另外一个呢,就是ANHYDRAS CUPLE2 SULPHIC 就用BURN 就用BURN 这些就测试水的了 好,另外AMMONIUM呢 这个厚得好多的 打五粒星了 OK,那还用MOIST RED LIMMUS PAPER 或者PH PAPER 它就会变蓝色 那它就是呈现简性 那原来在公开示 DSC里面呢 是唯一一种 简性的气体 你懂得呢 就是这种AMMONIUM 所以你都懂得 看到这件事 好,另外SO2呢 就是加一种 Oxidizing agent 就会由橙色变成绿色 这个acidified HIPO-DICOLM 一定要acidified 因为这条公式里面呢 它是需要大量的HIDO 和它反应才行的 对不对 OK 那所以呢,就要这样 这个也是呢 在DSC里面呢 唯一一种 reducing gas 就是这个SO2 所以你都要认住它 因为这个Protessium Dicolmate solution 是一种 Oxidizing agent 所以它就会和 reducing agent 反应 而这个reducing agent 很特别一点 是一种气体 OK 这样就认住它 那当然啦 不允许它 还有很多选择的 是吧 那包括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nganate 其实都知道的 不过比较多呢 就是这种 橙色变绿色 OK 接着frame test frame test 是一个physical test 来的 那就是说呢 它其实没有neal substance form 它只不过吸热放光 而那个光呢 就是通常你认识的是这四个光 是吧 所以Protessium 就是lilic Golden yellow 就是seum Kalcium 就是brick red Cupa2 就是bluric green 其实还有第五个 这个都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它不是以上这四个 而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 就是Do not give characteristics 就是不给那四个毒有的色 它就是其他 它就是Other OK 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认识四个 我们认识四加一 而那个一就是其他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决定它不是 那四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OK 哦 竟然那一只是一只很奇怪的色 不是那四个色 那就是不是Protessium Sodium Kalcium 和Cupa2 那是其他 虽然你不是确定 但其实已经可以淘汰了很多东西出局了 另外呢 测试Cat iron 特别要留意的呢 就是aluminium 因为它会redesolve in excess的sodium hydroxyl 另外呢 就是Lat2 它也会redesolve in excess的sodium hydroxyl 那些是这样的 那些是这样的 那就是那些公式 那些公式呢 那些公式呢 就会redesolve in excess的sodium hydroxyl 那些公式呢 那些公式呢 那当然呢 在这些公式呢 那些公式呢 也会redesolve in excess的acrisammonia 那另外 Cupa2 也是 这些公式呢 要特别要记住 这些公式呢 那这些公式呢 这些公式呢 其实也有着数的 其实我们在第14倍之外 其实我们在第41课有背过的,41课关于第五本书 来到第51课,其实同类型的东西,我们考了三次 所以是值得记的,曝光率很高 另外这个要和我打十个星,就是阿蒙尼云的测试,原来就是减色加热 会产生DSE唯一一种的气体就是阿蒙尼云 这个测试很重要,就是可以测试到阿蒙尼云 这个要记住,好,N-Ion的测试 就认识这些硫黄碑奥大,是吧? 这些就用acidified silver solution 就会有white ppt,去到pail yellow ppt,去到yellow ppt 好,另外就是carbonate,或者hydrogen carbonate,加大率的exit 会加一些hydrogen ion,会炸起步,会产生colorless gas 所以正好要告诉人是colorless gas,那就是2 这个也是很好的测试 好,另外sulfide就可以加,因为sulfide就是reducing agent 你可以加,asulfide potassium,dicone-made solution 由橙色变绿色,其中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们reducing agent不多,还是透明的 那很可能就是sulfide OK,这些我选了一些最精的给你的 当然你回去筆记,再多一点 所以有时你发现,我能够备的 你就回去筆记,再备多一点 不是五星,甚至五星星,这样去做 好,那这些自己看 好了,接着去到organic carbon compounds 或者叫做organic compounds 通常我们测试就是测试functional 比如sistible bond,通常是bombin in orxophan 或者bombin water 你发现它们两个都由橙色变colorless 但是小心了,这一种就不会写的 这个out of DSE的syllabus 所以如果写,就写上面这一条 OK,就是bombin就可以加到两个br 好,另外,cc double bond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测试的 就是aculfide potassium permanganic solution 那就是from purple to colorless 那就会黏到,这个都是要背的 这个公式 好,接着呢,就hydroxyl group 就用什么测试呢? 第一个呢,就可以用aculfide potassium 所以它就会变成green的 好,另外,secondary alcohol 就会变成keytone 是不是? 这个就会变成carbossilic exit 这些我们是第三十一货学的 好了,tercery alcohol就没有反应的 所以呢,虽然说我未必分到primary,secondary 但是,起码你会分到tercery 起码都可以分到一或者二 相对于三个分别 好,另外呢,就是hydroxyl acid 就是carbossilic acid 可以变ester的 这个过程叫做esterfication 那你知道呢,ester是一个很独特很开心香的水果的 或者是花香味的,present fruit smell 所以呢,这个产生一个ester 当然,如果你给我记,我就一定是第一个为主了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避失的话 你真的闻不到花香味,水果味 但是我必须要识这个 因为公开试可以given这个data 那你都知道呢,哦,它是alcohol 即是有hydroxyl 好,另外,ketone就可以用什么测试呢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的524 ICAC,就是NCAM分析化学这一本书学的 就是用2,4-Dynitrophenylhydroxyl 即是这一本,这一本要背 那你看到呢,它就会跟这个NX2 那两个H,跟这个O,就会结合 就会变成CN double bond 那另外,那两个H加一个O 的Double bond,就会变成水 那这个原来是橙色PPT 所以有orange的PPT 所以呢,也是一个好信用 那当然不是只是ketoneه LD鞋都会的,接着去LD鞋,刚刚刚说的2-4-Dinitrofenoxy 这个东西都要背一背,有些人懒得写2-4-DNP 但如果你公开试真的不会串这个字,那没办法,你一定都要串这个DNP 但如果你串到,尽量串这个,知道吗?因为公开试是想你串这个字,免得被扣分 但如果你串不到,那写这个也比没有,明白吗?希望它不要扣你分 刚刚说的NX2那两个H就会和C11O合起来,就会变成水 那剩下的那个就会直接形成CN double bond,其他的就照抄就可以了 这些照抄,不要抄藏 好,也是会产生orange ppt 另外呢,LD鞋其实是可以oxidize变COOH 所以加一种acrylipotassium-dicone-made solution 它快慢的,需要加一点热给一些能量去 那它就是orange to green,那你懂得的会变成这种 除了primary alcohol或者secondary alcohol之外呢 那再加上呢,就是这个aldehyde都会了 就不是直接的,orange to green Torrens reagent,就用这个silver加amone complex 那这个就叫做torrens reagent,在alkyl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个 你看到的现象呢,就看到个银镜面,在一个test wall那里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化学反应 这种叫做torrens reagent torrens要大家因为一个化学家名 ok,好的,这些自己看了,好吗? 那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可以自己看了,又有answer ok,这些背这些东西没什么味道 好,接着呢,这些全部都要有一个comparison的sense 有比较式,一个有一个没有 一个快点,一个慢点,一个会这么变色,一个不会这么变色 所以呢,不会这么变色都要背定答案了 no observable change,no observable change 不说不代表没有的,所以这个要小心 好,接着呢,我们再下去呢,就是如何去分析 separation和perperification 包括呢,如果solid那些呢,我们可以用filtration 是吧?那再劲一点呢,我们叫sustion filtration 用sustion是快一点的,没什么劲的 好,另外呢,如果再好一点呢,我们可以将那种sustion 溶了下水之后再grow,是吧? 那通常要出这些crystallization的字眼 那crystallization的字眼里面呢,你要出到这些字眼 譬如出到saturated solution这些字眼,是吧? 跟着呢,就是cool slowly,跟着有large crystal,是吧? 跟着呢,就最后呢,就还要做什么? 出来之后呢,就要再做filtration 跟着呢,就wash it,跟着再dry它 所以有二三个英文字,就是fwd 就通常就是跟着了,所以刚才那个 刚才filtration也是的,你filter完之后 你都要wash它,跟着都要dry它 所以很多时候,那只solid进入filtration的模式之后呢 它就跟着是w,跟着就是d 就是跟着要wash它,跟着要dry它 是不是?filter它之外 所以其实你基本上背整套东西一写就跟着它写 你看到不用写得长的,但是你会出到那些key words 那如果是液体的话呢,就不能用filtration 液体的小粒会互损液的 那我们就进行distillation distillation有两种,一种叫simple distillation 这些要有接驳位, 低位入水,高位出水, 加热, 这些位都不可以少, 这个叫water condenser 这些可以自己看, 另外一个叫fractional distillation, 跟刚才的长颈, 里面有glass bean 这些是比较困难的, 里面的mixture大概是由10到35度摄氏 小过10度摄氏就sorry了, 连这种说笑都不可以 刚才的simple distillation, 如果是大过35度摄氏那些, 基本上都是顺利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长程查我的笔记再准一点, 另外如果有两个液体是immisable的话 我发现公开试好像没怎么画过这幅图, 你特别要背这幅图 因为刚才那些simple distillation, 这些又画过, 公开试又画过, 这个又画过 这个好像没画过, 如果在我印象, 你可以做一个统计 所以公开试暂时说, 都喜欢出一些未出过的滑图 这个叫separating funnel, 轻的液体浮在上面, 重的那些就沉在, 水和油又浮在水面 Less dense liquid, 这样有一个tape, 小心了, 当你要真的浮在液体下来, 开开这个tape的时候 上面这个东西要拿走, 或者什么stopper, 要不然就不行的, OK? 所以这里自己慢慢看, 什么align, 是吧? 接着就要remove stopper, 然后open tab, run out liquid 不长的, 我特意给这些字眼, 一句起两句子, 一寒字眼就差不多出了句话 值得去背下, 那这里刚才我说了, 记住拿走stopper 如果不是呢, otherwise会怎么样? 那个liquid will not drain out, 因为by air pressure 就是大气压力呢, 大气压力会压住它, 不让它走的, 是吧? 唯有有进入流通的管子才行 好, 另外再下去就叫做chomatography, OK? 那chomatography那些呢, 有一年都画过的, OK? 这个都画过,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paper chromatography 你家里都可以用真纸来玩这种的色层分析法, OK? 那这个原理, 这里特意给了一个原理来的, 那你发现呢? 其实这个原理呢, 就是它们不同的chemical, 就有不同的celerability 像是现过eluting soften, 或者叫mobile phase 那当然, 它们有部分呢, 就会黏在这张纸那里, 就叫station phase 但问题就是, 它们喜欢黏住station phase, 还是喜欢用mobile phase那些sorten 那这个呢, 原来不同的chemical, 它们这种的述律的特性呢, 是不同的, 以至可以分开到一种走得快 你想, 留在mobile phase多些, 就是喜欢用在mobile phase那些chemical就会动得快些 喜欢留在station phase那些呢, 就会走得慢些, 那你就分开了 那我们呢, 就作了一个的计数叫rf, 这种rf呢, 就可以帮我们去看到它 那有时候那些东西没有色, 你怎么知道那一块色去了哪呢? 就是有时候这些一块块的色, 可能都是透明的, 那有时候那些organic的东西呢, 都是organic的chemical 都是油性的, 那油性的呢, 都是用一些nonpolar的chemical 而如果, 那哪些东西有色的nonpolar呢, 就是aldene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呢, 就用技巧去呈现显影的色, 就可以put into a jar 是saturated with aldene vapor 那结果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organic的那些sort, 本来透明呢, 就可以用了那种nonpolar 或者喜欢油性的那种东西, 那种organic的那种东西 你看到它旺旺的色, 那个rf呢, 就是全场那个a, 是不是? 顶天立地的a, 那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那种sort, 走, 那个baseline, 是不是? 喔, 走多远了, 走多远了, 就那就适做什么 分支呢就是你的主角, 要做成component, 上我, 例如b, 那种主角 分支就是你的主角了呢? 比如b, 这个主角主角的 就是得适算b 了 OK тур暂的呢? 如果他们一样, a等于b RF極其量也等于1,A over B B over A,如果想等就等于1 去到1就等于1,但去到1就不理想 通常是0.多,最好 不要给分数我,全部都要变小数 小数有两个位置,如果你给分数我 这些全部都不接受 用圆笔好了,圆笔是Graphy Graphy就是Giant Covalent Structure 所以不溶在水,不溶在solfen 就不会化开气泡线 这些可以自己看 就可以用这个去分辨,我们上网去查 查看那只Solfen F 那你就可以知道是否同一类 去identify that unknown 那如果同一只Solfen Same Organic Solfen 如果RF又是一样的话 就应该是Same Chemical 好,另外除了用Paper 也可以用Thin Layer 就不用纸,就用Silicon Gel 或者里面是Aluminium Oxide 那通常这些东西就会快些 快多少呢?比Paper 比Paper快三倍 OK,Paper chromatography快三倍 就是TLC的速度 大约 好,另外 Column Cometography 就用Column 就量不到RF 但是就做到什么呢? 就做到Separation 用干净些东西 那就可以把A,B,C 用A,B,C 用A,B,C 因为C走得快些 B走慢些 A走得最慢 可以把A,B,C搬起来 就可以做到Separation 那当然啦 如果你记得我们笔记有教理 那我们很多时候做这个Column 就是Column Cometography 之前 Default 做个TLC 做个评估线 记得 顶天立地线 那我们就看看 会不会分到多少批评出来 可以吗? 用同一个批评 那如果用A,B,C TLC走得最快是C 所以C应该走得最快 跟着B走得第二快 是吧? A走得最慢 所以你发现 根据TLC的位置 最高是C 最低是A 来到这个Column Cometography 就不是由下而上了 是吧? 这个TLC就是由下而上 但是Column Cometography 就会发现A,B,C的位置 刚刚反过来 这些很值得考的东西 特别留意 这个可以自己看 我不在这里说了 那接着 这幅图都值得记 这个去量一下Melting Point 和Boiling Point 这些东西 这个呢 其实就可以去identify 究竟它是不是纯正了 因为如果Melting Point 是Sharp的 那就应该是Pure 但是如果它不Pure 就应该是Range 是吧? 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 就可以猜到它究竟是不是Pure 还是 就看一下Melting Point 是Sharp还是Range 这幅图呢 就是Melting Point 因为最开始那一只 最开始那一只 是Solid 所以加热 应该就变异 看那个就是Melting Point 是吧? 看看Sharp不Sharp 是吧? Sharp还是Range 这幅图呢 是公开市 没有画过的 所以呢 都要留意一下 OK 另外呢 就是 如果计计Boiling Point 就不会用刚才那只管制 刚才那只管制 就是你的主角那一条 是不是? 你的Sample 很幼的 OK 好 但是你要加热 煲到它Boiling 那就是由液体 变成了气体 是吧?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Simple Stellation Setup 用这个计计 去计计Boiling Point 那看看又是了 究竟是Sharp的Boiling Point 还是Range 如果Range 就是Empure 是不是? 就是它不是一点 不是踏到正 比如水 100度摄氏才滚 就是如果水来说 那就是100度 就刚好滚了 就是99.5度都还没滚 是不是? 滚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105度 就是不会慢慢升 就是这些全部不发生 那什么叫Boiling呢? 你看到的 就是当它在滚的时候 看到 什么叫Boil? Boil 就是看到那种东西 有一些滚 就叫做Boiling 所以Boil 不等于Heat Heat 它不一定有Bubble 也不等于Evaporate Evaporate 就是蒸发 是不是? 那不一定在滚 滚当然在蒸发 但是不一定在滚 所以这些字眼要细心些 分到分别 另外呢 就 我们去到Chapter 53了 那53 这个 量重量穩 我们的Oselabus 这个不讲了 就是不用 这个 唯一要懂 公开试验识是VA,volumetric analysis 我们在第十七课的时候已经学习了exit alkali的VA,叫titration 所以这里我们不再看了,来到我们现在53课的时候 我们的VA就学第一个叫percibility的VA 第二个就是redox的Titration redox当然有oxidizing agent和reducing agent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有什么standard的oxidizing agent 什么叫standard呢?就是Long concentration的chemical 我们很多时候根据banase equation找些unknown 所以我们这些是很熟悉的,permangani,大空味 这个认识它,Rudin其实都是Rudin可以进行Titration 它是很熟悉的,我们的筆记也有举计的 好,reducing agent和Rudin一配 就是炮收肥 就会变成S4062- 就是塞两粒电子 另外一个都很熟悉的就是oxidate 就是C2O42- 会变成CO2 都用得很多就是Ion2变成Ion3 所以在这里来说我想你们备一备standard的oxidizing agent 有三个,是吧? 另外reducing agent有三个 基本上公开试呢 喜欢考就考这些了,OK? 好,所以你看到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呢 比如一只的... 比如找一个铁 那些呢 那你见到呢 那我们就去 和Ion2和Permangani 做一个Titration 看到5比1来计算 OK? 另外呢,就是维他命C 那些呢 那你回看,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用RD 那里变成RD 然后呢,这些不懂 刚才都没有出现过这条 然后出RD 这条会给你的,放心 这些会给你的 所以就不要害怕 用心思做好这条 在我印象里面,维他命C 是在公开试未考过 所以我觉得都是... 每年呢,他未考呢 都是... 接着那年都是呼声高 我觉得值得留意维他命C 这一种的例子 OK? 好,接着呢 就进入到54货呢 我们就要设计 这一种的... 三种的... 的instrument 包括... 那种方法 这个方法叫Calibremetry 那他要做的呢 就是找回那种 有颜色的 的浓度 那我们要出的呢 就要出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Calibration Curve 透过浓度concentration,of colored substances, 我们计算这个absorbance,这个absorbance就是跟这个concentration of 颜色的成证比, 这个就是浓度,所以透过absorbance,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们的浓度了。 所以这个calibration curve就可以把absorbance和concentration of 颜色的成证比, 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你找到之后,就去做unown,做calibration curve之后, 接着我们就去量度unown,去找它。 当你找到absorbance之后,就用calibration curve, 就对照找那个unown的concentration。 所以就基本上要出这些字。 你看看我的笔记,就有整个例子。 这里也有给了一个例子。 所以这些自己看。 好,接着第二个就是IR。 IR不要觉得它很复杂,因为其实真的很复杂。 复杂到一个程度,根本你不是很明白的原理, 不过我们考试其实没有问你的原理,我们问你的应用。 所以基本上能连这些都给你的。 是不是? 所以透过去given这些比例的时候, 你就对照它应该由什么functional group去估计它。 最特别是其中有两个都是OH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 清一清画面。 最难就是这个OH和这个OH。 一只是COOH的OH, 一只是alcohol的OH。 这两个OH怎么分呢? 一个是跨2000多到3000多。 在这 column就報计S destruction, 这个也是蒜 уровoriented你的 recovery. 的几位就是当然许里goingcoho智能以。。。 在3000楼上,所以也就是3000楼下手指仔那些是CH bond 你会发现它在3000楼上那些就完成了,就没有横跨,好像要这样横跨了 这个是最难分的,但是你认住它肥还是扎就可以分到,这个是肥的 这个就不算很肥,有少少肥的,就没有cross到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给你看这些东西,很多时候3000楼下手指仔这些一定有,因为一定有CH single bond 反而就要看看其他那些,所以其他那些有这些bond 是吧,有某些bond呢,其实你会比较容易认的,所以不用我特别说了 反而我是有兴趣给你看一看那些干凸凸的位置 当时我们把焦点集中在有那里 经常想它有什么就有什么,是吧 但其实呢,有另外一个观点,没有呢,都很重要的,没有什么 所以你看到, 没有干涂, 没有CCDubble Bond, 没有CCDubble Bond, 没有CODubble Bond, 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你的笔记里面, 这里有讲的, 只是看它有什么, 你看它没有什么都很重要 我看看哪个位置写, 这里我可能没有显示, 你看我的笔记有讲, 看一看absence of某些peak, 其实就代表absence of某些born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最后就是mass spec, 要兜弯的, 重点兜弯的弯就没那么厉害, 轻点兜弯的弯就大一点, 所以你看到 它们的弯弯的弯的弯弯的大小, 这个弯弯的弯弯, 这个弯弯的弯弯 电货是正一正二有关, 但是我们知道mass over charge 很多时候的charge是等于正一的, 所以mass over 正一, 其实任何东西over 一都是自己的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当重量呢? 是因为我们通常的charge都是正一的 但是进入到大学的时候有时可以是正二, 正三, 正四都可以的, 机会率低, 但也有机会 所以在DSC里面主力就说charge是正一的, 那我们用那个就是mass over charge 这个意思, 而是通常是正一的, 留意一下mass over charge的最重的那个, 就是最远的peak 我们叫它做monicular iron peak, 这个要懂, 最重的peak 因为一个monicule最重的, 应该是它没了一粒电子, 我们有时叫m正一 就是m当是monicule, 那就被人射了一粒电子, 粒电子很轻的嘛 所以它带正一就是它自己的原汁原备的重量 不过要留意是不是最重的那个呢? 你看到这个最重的是115, 但很小的 通常这个是碳13的重量, 那这个不是, 因为很少的, 我们说那些重量通常是碳12 所以如果涉及碳13, 碳12的那些, 就不是重的那个peak 因为最重的peak很轻的, 我们就算最重的那个高的peak 通常是第二那个或者第三个那个, 最高的, 通常这里是1比100, 相差100倍的高度 好, 接着就看它砍多少, 砍多少就要背了, 所以你要认一认 被人砍了15那个是哪个, 29个原来这两个, 这个经常要背的, 29, 43那些 亦都可以有一个CO, 因为CO是28, 再加上1, 加上1, 加上1就是29, 亦都可以有一个CO 亦都可以有CO28, 再次多个15, 一截CO, 这些要记 所以呢, 这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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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配要特别几下 另外呢, 77, 91, 这些有benzine ring, 多一截, 还有benzine ring, 这些特别要留意 尤其是如果它的carbon, 是多个6以上 它的carbon, 那个n, 是多个6以上, 实有benzine ring, 就一定有77, 或者91, 这些的东西 那这些你就要留意了, OK 这样呢, 就去到最后一个自己看, 好吧 好, 那今天呢, 我说呢, 我们去到4点45分了 那我还有大概9个字, 我就会分开6个范畴 和你看近年的past paper, 好吗 那首先呢, 就是逢是每份卷的第三条 都短答题, 那希望你呢, Short question 就是short answer 就可以了, 不用写很长 那总之呢, 一分就写一个point就够了, OK 那一会儿, 另外呢, 就会和你看一下chormatography 看ir和mars的分析, 然后计算少少数 然后呢, 特别看一下dioxin这种, 这种芥芽物质 最后呢, 就看一下我们很多organic separation 应该今天呢, 我现在只剩9个字呢, 未必可以说完的 但是呢, 第六我一定是想说的, 最后的15分钟我会说六的, OK 所以其他中间那些没有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看了 好, 第一个短答题先 好, 刚刚那年了, 短答题那些呢, 看到一定是第三条A的 其实如果你记得, PAPER2呢, PAPER2呢, 我们旅港开评商会中学 我们只会做第一条和第三条 那么你发现呢, 你发现第一条的A和第三条的A 都属于这类型叫做短答题的 这些短答题呢, DSE, 就是考评局那边 特意出这些短答题, 让同学们分析 你不用太长的, 他说两分写两个point 一分写一个point就可以了, OK 反而呢, 去到第一条的B、C、D 可能就要答长一点的, OK B、C、D那些, 总之第一条 每一条的A就是短答 第二条不要选择, 我们没有学过第二的 我们只学了ICAC, 没有学到MC 好, 来到这里了, 设计一个Chemical test Chemical test 包括了result 但你不要只说加什么chemical 它说How Aluminium和星 Can be distinguished, OK 那你发现大约收肥, 所以一定不关收肥 所以唯一不同就是Aluminium和星 因而正, 你加一只chemical 令到一只有东西看, 一只没有东西看 一只会变色, 一只不变色 一只变A的色, 一只变B的色 要有一个comparison sense OK, 我们看一下答案 好, 那我们的答案可以, 第一就是你记得 你看看, 人家加Axammonium 下去2 solution separate until in excess 一句价 要加In excess, 因为你记得 Axammonium升, 就会溶回 但Aluminium就不会 所以不可以加Soldium hydroxide 记得我刚才的精毒笔记 也有些, 酸酸酸酸 是两只银银都会溶回 所以不可以用Soldium hydroxide 所以要用Axammonium OK, 那么你看到, 有时候我们经常都 留意这个, 就是要加下去的时候 是分开加 就是说, 这只加和这只加 是两只不同的东西 不是把这两只混合在一起 变成一瓶东西 接着要说, 结果就是 一只会有YPPT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最后呢 就是 会有 YPPT Soluble 或者会产生一个Clear Solution 或者是一个Colorless Solution 所以你就要说到一只 就会有YPPT 另一只就没有YPPT 或者会变成一个Colorless Solution 好, 第二个就是可以说 Excess Ammonium 加, 是吧? 上面就这样慢慢加 这个就 只会有YPPT 那就是另外一只不回 那又可以了, OK? 但是要留意 如果Observation 写 Only 这个 Deep YPPT which redub to form 这个 那就不给Observation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说只有这个有YPPT 那来说 去到这个位置就不对 因为Aluminium 都会有YPPT OK? 只不过它会融 所以Observation 有点混淆 所以其实第一个答案 应该是最好的 最清 不过有些人这样写 写得清楚 他都给 不过 所以就 只这个会 给YPPT 就会好些 就不要说另外的 另外的 可以加Aluminium 就有Displacent reaction 那星就会Displacent 但是Aluminium 就不会 这样都接受 不过这个 我觉得 就不是最理想的 其实去设计这条 特意选 Aluminium 和星 其实某程度上 他是想考这些东西 所以 其实他最想的答案 是第一个答案 后面的 不过同学 回答了其他 那又不可以说 所以他才会 这样写个marking scheme 好 第二条 Chemco test 就是这一只 是吧 有Alcohol 和这个是Exit Exit Exit和Alcohol 怎么分呢 永远都是Exit 很特别的 那我们的答案 就是要加 Sodium 或者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那 当然你加 Manexium 加AQ 也好 加Solid 也好 甚至加Liquid 加水 也好 其实后面那些 不是那么理想的 因为一定要告诉人 要有水才有酸性 所以 其实是最开头的答案 只不过 其他答案 可以说他错 但不是最理想 他都写出来 好 接着要说 有一个比较式 所以要告诉人 有Coh 那边 就会有Colorless gas 产生 但是 No observable 有一个比较 比较 另外那些自己看 好吗 所以就 应该自己看得明白 我就是 你提一提 你短答题 很复杂的 不用复杀 背第一个最好的答案 好 接着 Stay Expector observation 就加2,4-Dinitrophenylhydroxen 下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 Propane known 是不是 那这个是Keytone Keytone 跟他会 他没有问你 Equation 他只是问你Observation 所以答案很简单 告诉人 有Orang Precibitase 就可以了 那当然 有时候黄黄橙橙 红红都可以 因为有时候 看看 什么Keytone 那 所以我们通常 记呢 就记橙色就算了 OK 不过 如果考试 如果说黄色的PVT 或者橙色 或者红色 其实都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你又不要以为变了其他 OK 另外 2020年的短答题 那就是 答了下面的short questions 是吧 刚才有没有这个字眼 有 是吧 这些就是 两分 两个point 一分一个point 两分两个point 比如这个 这个和这个 怎样分 一个有十个水 一个没有十个水 两个都是solid 两个都是白色透明固体 那怎样分 第一件事要加热 加热的话 就可以将这些水 有机会逼出水 所以 他接着就用测试水的方法 Anhydrous 或者Dry Cobal Chloride Test Paper 他就会由蓝色变成粉红色 是吧 另外那一只呢 另一只呢 就会no observable change 要有这个comparative sense 有比较色 一个会 一个不会 一个变色 一个不变色 好 接着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Aldine AQ 就 Titrated with 这个 这个是reducing agent 这个是oxidizing agent OK 加上starch 做indicator 好 问你的color change OK 留意Aldine 是conical flask 这个在下面 好 这个加上starch 本来咖啡色 做深蓝色 是吧 好 接着上面呢 就加了这个 这个sulfi reducing agent 是吧 那加下去的时候呢 就react了 那Aldine呢 就会一路反映 反映 就会一路把蓝色 变成无色 是吧 那 直至什么呢 直至这个颜色呢 就由蓝色变成colourless 是吧 所有Aldine都没有了 那它就不会变蓝色 就剩下的呢 是吧 剩下的就是Aldi sulfi 是吧 excess的sulfi 还有呢 sulfi 变成收肥的嘛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色 没有色 没有色的东西 所以最后就是colour OK 这些短答题一分 不用 写equation 解 点到绩子就行了 最后呢 CAMCO Test should show how 这个has1yen 是不是 1 2 3 4 5 5 6 是吧 接着有 是吧 有第1 2位是double bond 是吧 还有这个has1 1 2 3 4 5 6 第1个位是nil 这个和这个怎么分呢 是吧 那它们基本上呢 都是很大分别的 是吧 包括你可以加bombin 不要写bombin 就算了 如果你留意到公开市 经常都不会只写bombin 是吧 所以它不接受你bombin liquid 太浓 太危险 衣服太浓缩 很难变得不好吃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求其他 那你说organic soft 或者加水 求其他都会接受你的 OK 那organic soft 甚至你可以写其中一个 就是1 1 5 6 都可以的 好 colour change 就是red and to colorless 是吧 是吧 哪个比较 另外一只就是doesnode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orange 如果你留意过去公开市 你用orange 跟colorless 都会接受你的 这样两个都可以 好 那其他 例如alconel 会使用tolrens reagent 另外一只doesnode 是吧 那 或者呢 就是用asiprotesium dicone orange to green 但是另外一只doesnode ethanel 就会变化 是吧 或者用2-4 dynatophene hydroxene 这个就会有orange PVT 但是另外一个没有 也可以 但是呢 就不接受呢 就用asiprotesium dicone 因为两只都会变色 那就分不了了 因为double bond 和呢 nale 是两只都可以 同一只 那么厉害的oxidizing agent 但是呢 dicone 就不会 di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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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反映 但是呢 ceic bond 就不会和 viprotesium dicone 这个和我打五粒成 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因为公开市 是很喜欢考的 喜欢到的情况 隔年一定效的 这个短答 我不跟你慢慢做 因为时间关系 给你大概体验一下 好 接着呢 进入到第二个提型 第二个提型 就是 chomatography 我们认识的chomatography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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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ed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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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GC,如果您记得在最后55货中有出现GC 或者HPLC,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甚至我们还有GCMS 原来去年没有考过TLC 你们今年很有机会考,因为去年没有考过一年 所以我们上一年再做一年 下面的Cometogram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TLC的图 里面有亚氏匹零,有Caffeine,有Acetaminophen 这张图是Drugs-Y,这张图是标准的 如果是亚氏匹零,应该会走到这么多 如果是Caffeine,就会走得很少 如果是Astaltanolin,这张图是类似 我们除了吃亚氏匹零,用来做止痛药之外 这张图是Pelidor的类似 现在我们有Drugs-Y,Y有两个 我们用这张图 我们用这张图,就会透过高度和它们比较 同一高度,应该是同一种 因为你计算RF,其实是一样的 除了分母一样 所以分子一样,分母一样,RF就一样 首先,Draw Label Diagram for TLC 这个画过,我们看看如何画 根据公开示,一分要Label 起码要Label梳粉 当然,你没有理由Label梳粉 起码要告诉别人 这个是Thin Layer 是Thin Layer 这个其实就是 Second Gel Sheet 另外,这个其实就是起码 起码线就是Base Line 然后,它上到这里就有Soften Front 看前面,这些都不是新东西 根本别人的那份卷都给你 所以这些它没有要求你写 要求你写的原因是 因为它全部给你,你写都不是你的东西 反而这些它没有,这些自己画的东西 这样就显示到,原来要显示Soften 另外,One Mark for Drawing 要看到Pencil Line Above the Soften 不要浸进去,不然会化进去 就不会滑上去 另外,看到Spot of Mixture 所以,可能里面会走一些东西 另外,看到Tier Plate 这里看到了 还有,看到Container 所以,都要画到 所以,有时候它考过,你才敏感这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如果未考过 那些画图,你需要敏感一下 然后,计算RF for Asepaling Asepaling是这种 那你便把这些距离放在FundMe 将这些距离放在FundMe 将这些距离放在FundMe Fun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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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这些 它需要你 所以,它很容易计算 这个,减 这里 减 这个,减 10 再减 所以-10-20就是放了份母的Soft Front 就是Soft Distance move by Soft 这个45去给你了 大家都要MM,所以这里是MM 这里有MM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RF是没有单位的 不过要小心,我不接受份数 我不接受你整个10 over 45 一定要把它变成4.5 over 10 不要把它变成份数 所以我只能接受0.00 两个位小数就可以了 它说这里只认识答案 就是说中间分不够分泌 所以它只看你的答案就算了 所以有些人没有写 不过我们就写了 因为没理由没有减10-20 然后再留意根据Cometagram 根据上面一幅图 你有没有留意Cometagram是中数 所以它当你有4个Cometagram 所以Cometagram不是说那张纸 其实都是那张纸 那张纸里面有4个 有4个 亚士匹林 咖啡因 跟着这种 是acetaminov 现在提出 要回答答案 不认识答案 Y是有acepinol 有咖啡因 还是acetaminophen 好吗 可不可以解释 还是可不可以解释 我刚才跟您来了 它是有咖啡因的,亦都是有阿斯匹林的 但是它就应该没有这个acetaminafin 所以只显示有这种东西和这种东西,最好写上only就最好 只得这两种东西,因为根据这种东西,它没有显示有其他点 如果无端端弄其他点,其他没有显示呢? 虽然它是哪个,但肯定是有其他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未必就正确的standard在旁边的2,3,4 但不代表你出来的result不知道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有时候TLC也是很好用的,看看有没有杂质 前一年,Coreane Reactive with Ethyl Benzine 就是Under Sunlight Mixture 你知道光就产生了这个,Coreane就是Cl2 Coreane Reactive with Ethyl Benzine Reactive with Ethyl Benzine Reactive 然后再加上UV Light 你知道它是专闭这些H的东西 Benzine Reactive with Ethyl Benzine Reactive 这些就睡着了,教了H 它就可以测了很多,可以测了 是Different Coordinated 可以测1个,2个,13个,14个 可以测1个,2个,13个,14个 2加3,有5个给你测的 现在它就把TLC分开了里面的mixture 前面提过,就是A Mixture of Different Coordinated 所以可以测1个,12个,13个,14个,15个 它说,Expain 为何Cometogram的方法 Y尾就是方法 可以测1个,2个,15个 可以测1个,15个,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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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不记有的 它们就是不同的subsion 就是Different Absorbability to stationary face 和Different Solabilities to in mobile face 你不喜欢说absorbability 你可以说什么 你可以说它们有不同的absorbability 看到这个是AD 那它是AB也算是照射 或者它的polarity 或者attraction 其实它也会接受你的 黏在stationary face的面 和融入到mobile face 这是官方给我们的名字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 所以你可以说到它有两种 mobile face concept of different face 有一分 说到它们有不同的特性 用不用,polarity又有一分 两句公开示 好,接着第二 就是Base on TLC subjects一个方法 分到大型 做完TLC初步评估之后 找到不同的屁股 如果你要是large amount 我们就一定是run column column 就是cometography 这些是说到的方法 那记住 方法是cometography y字 好,那又是时间关系 我又不跟你慢慢做 但你会发现 当你慢慢做某一个法图 那些字眼 这些字眼的想法 就越来越清楚 和简结 这个自己看 也是算这些数 OK 接着呢 就做一条 IR 和Mass spectroscopy 好,接着去年 就有考我们第三季的BE OK in an experiment prepare psychohexene 玩一玩 Psychohexene 一个六角形 接着有双方 从什么呢 就是Psychohexeno 就是这种东西 从这个东西 你会知道 这种变这种 可以拿走水 就可以了 可以拿走水 用什么呢 我们的笔记 就学concentrated 的Sulfuric Exit 加热 但是这里 就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种 不懂的 他告诉你 这种是一个Deprating agent 都会捏到水 所以 别人这样说 你就会说 对吧 接着呢 他就说 Liquid mixture 你得到出来的那种是Liquid OK Liquid mixture 原来这种是液体 对吧 Fosferal Exit 也是液体 对吧 而且你那种 晒过客星奴 原来也是液体 所以到最后 那种 都在一起 你知道 它未必全都反映了 原来 这种液体里面 原来是有这三种 现在他就说 究竟我们怎么分开呢 所以他就说 After the removal 首先 刚才 我没有和你做过Part 1 Part 1 就说 拿走了这种 好了 这两种 还在 他说 Distally boiling point 83度 攝氏 octained from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of 剩下这两种 他给了一个 boiling point 一个是83度 一个是162度 它们的difference 其实相差 成80度 攝氏 成79度 攝氏 所以某程度上 应该是 做simple distillation 都应该分开 所以你发现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就更加可以了 所以就分开 他说 分开出来的那种 是83度 即是跟这种 一样 所以分开出来的那种 应该就是 那种 Psycho 好了 现在叫你 Draw Label Diamant For the 那种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就是前面提过这个 就是这个 那你记得 我说 有几幅图要背 原来2021年 考了这个 那我没有Copy&Paste 做这一幅图出来 所以 这个你自己画 那条 长颈 有很多猪仔 在这里 是吧 接着呢 这里 就 画 它们 这些代表 这些 都要练一下的 好 那 因为我想低位入水 高位出水 所以 就来这里 这里 叫低位 这里 叫高位 所以 低位入水 高位出水 Water In Water Out Condenser 是吧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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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ater Condenser 那些猪仔 好 这样就 好 这样就画完了 接着呢 他就说 With the Hell of Boiling Pond 和Iro 这个东西 suggest how you can support the statement 第一 Distally 是Psychohexane Without the present of Psychohexano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用 用这两样东西 你可不可以用这句话 真是那种东西 那我们试试解释 如果这句话要是对的 首先第一 他那个Bloiling Point 是Sharp Bloiling Point 是吧 首先你要看这个Sharp的Bloiling Point 并且这个Sharp的Bloiling Point 是我们的主角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要讨论 第二呢 就是用Iro 是不是 Iro 就要有Double Point 还有呢 要告诉别人没有其他杂质 没有都很重要 要告诉别人没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alcohol 所以你要告诉别人 应该是这个 这个Pert 这个是No Peek 对不对 要告诉别人没有Peek 当然呢 也要告诉别人 这个东西 在这个位里面 是有一个Pert OK 那我答案如何 看看公开事 所以第一件事 你告诉别人 Bloiling Point 是这个东西 是显示到一个Per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给我 我一定要强调 这个是Sharp的Bloiling Point 一个Sharp的Bloiling Point 还有这个Pert 这里要有Pert 是不是 那就证实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就是一分而已 好 但是呢 亦都要告诉别人 没有Pert 这个Pert 虽然在3000楼上 完成 但也算肥 不是最肥的那只 不是横跨2000多到3000多 但也算Blood 因为横跨400 就告诉别人 没有这个Pert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要告诉别人 OK 所以你看到 都不是一些复杂的东西 但是刚才说 有和没有都重要的 IR 有什么和没有什么都重要 另外我想你特别留意一下 然后呢 他怎么去记录 记录这些的Pert 是不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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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们 全部要写一竹 就对了 他其实想你写一竹 知道吗 他图住就说 你不写都不扣你分 但其实他很想你写的 所以这些全部写一竹 你看到他用了 Add的Proposition Add这个Range Add PedAdd这个Range 所以有时留下这个单位 小心 有时会致命的 不给分 OK 另外我们做一条 原来2021年也有 原来去年也考了一条 他说A 就是一个Esta Esta 就是CO double bond OH 他说Deduce Molecular formula A的 给了一个BiM 这个东西 当然当然要设定 设定 设定 它的Mask 当它是100g 这个一定要学会 看公开试真是考的 70.6g 这个是5.6g 这个是23.5g 好 然后把Number of Mode 除去12.0 1.0 还有 除去16.0 因为省时间 这些我不再写多次了 OK 由Number of Mask 变成Mode 15分钟 今天我们45分就完了 好 然后找到Ratio 最后找到Ratio 应该是4比4比1 所以你得到的C4H4O 但你也知道Esta 没理由O是1 O是2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Pit 最重要的是这个Pit 不过这个应该是碳13 很小的Pit 所以最重的 我们一向计算是碳12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理它 Isotom的Pit 可以计算这个 这个应该是个 它挺好人 这个叫Molecular Iron Pit 就是最重的 所以你也知道 这个成大N倍 应该是136 所以你4乘以12.0 再加4乘以1.0 再加16.0 成大N倍 就应该是136.0 那最后应该N 就是2 OK 那你将2乘回去 你就得到这个 就是4 4 1 就是882 OK 那你这儿 就得到2分 是吧 所以就 就 说到给人听 计算到这个 441 1分 是吧 接着再配大2倍 他说 with deduction 那就是要解释 要好像刚才我这些 这样计算 对不对 总之你有计算到给人看 那他都算你的了 1分 好 接着 make sense 那就切回 Esther 那你知道 Esther 应该就有CO 00 是不是 那两边 你知道 他就有 S8 是不是 我说过 如果N 比6 去到8 很复杂 很多 是 所以通常 一定有 Benzin Ring 因为Benzin Ring 已经收了 6个 C 8 已经收了6个 将很多可能性 淘汰出局 当然 要符合Benzin Ring 这个说法 必须要在77有Pit 你给我看看 是否77有Pit 你看 是否77有Pit 还很高 所以这个摆明 应该就是Benzin Ring 那边的Pit 好吗 所以 这是很值得 大家要留意 所以 立刻知道 究竟Benzin Ring 在这边 还是在这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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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知道了 很喜欢 在哪边 很喜欢斩 是吧 很喜欢斩 在哪里斩 就是SWO 和O 所以 如果77 在这边 这个是28 28加77 我叫你不用用审算 拿报计数机 拿着报计数机 立刻按 77加28 105 咦 我们有没有105 咦 有啊 这个就是105 所以 有这一只 非常之 可能性 极其高 这个东西 你知道了 这里已经C6 H5 再加上 所以 这个应该只有一个 日 7加1 才是8 所以你基本上 公开市 其实是很离谱的 是吧 77 我们背了进去 我怕死 我们不懂 就是Signal 和Mask Overture 就是C6 有些人 C6 H5 也不知 它是很离谱的 是吧 不过 当然你不知道 是这个 你继续跟 这个 照射C6 H5 C0 O 还有这个 都可以的 所以 我们看看答案 不如 你看看分数 首先第一样 Dedule 105 是什么呢 就应该这个 再贴这个 所以很多时候 你们要Ready 定 去什么functional group 和如何斩分 OK 那很多时候 你就可以定到 究竟 这些又要记定 这些进去 这个是16 是吧 如果16 再加这个 16 再加这个 这个是15 16加15 就是31 是吧 这个 会不会31 是吧 不过这个 不是很多 所以不是很重要 是吧 这个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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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你就是C7, 因为你要看到这两节 最后固定的就是这个, 其实也几只, 不需要解释 一步起就止, 没有两步三步 又是时间关系, 20那些又是给你这些, 又给了43你 那你又要去分析一下, 你有没有留意, 阿士巴凌,Kathryn, 刚才那一条来的 其实你看到刚才TLC那一条来到这里再考 帮我斩开了不同的题型, 自己看回去做 好, 还有大概10分钟了, 所以我就 好, 这样就, 接着下去呢, 我说有一个我一定说的 所以呢, 接着, 计算数那里呢, 自己计算一下 所以不适宜做TITRATION的, 对不对 不适宜做TITRATION, 那怎么办呢 用BEDTITRATION, 这里没有用BEDTITRATION 有很多尝试的,用不同的图去弄鬼你的 但你不要怕全部学过,你不要被那些题目吓陈 然后我今天最后,大欧禅就致牙物质 隔两三年就考一次了,所以我觉得都要知道 今天最后一部分,还有大概8分钟 我们就看Organic Separation 上年有考到的,刚才不是说的? Psychohexene和Psychohexano 刚才我给你估计了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做回1 这个Stamp,多一个 怎样那个Psychohexene 可以remove by liquid type 这个liquid,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如果你记得,其实就是用这个 这个叫做separating funnel separating funnel 分就是一些液体的,对不对? 你发现这些是油性的,这些都是油性的 这个酸就可以用到水,所以有水性和液体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是吧? 他说用一个Aquid Solution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酸怎么做呢? 如果你看回我们的筆记的第52货 其实就有交的 酸最好,酸也是这样的,还没用得很好 所以酸呢,最好就加些carbonate 或者检性的东西 和它中和了之后变成salt Armic salt Armic salt呢,就是very soluble in water 通常 那结果呢 那结果呢,它就可以跟本来 那些monocule呢,就跟那些油性的monocule 都勉强可以用到的 那但是你一旦它变成Ionic compound 它就用在水耗 那些油性的monocule就分开了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加一些 简性的东西呢 就和你那只 里面那只exit 就是里面那只exit 就先反映 放入separating funnel 然后搖均匀 让它们尽量 你看到呢,两分呢 这些字眼呢 真的和你逐分 你要留意一下 一分呢,要提到 有separating funnel 一分呢,就要加 正确的chemical 就是这个了 那这里有一分 是不是,接着用separating funnel 一分 那 再五分钟 好,另外呢 就是discard 接着你画一幅图给大家看 那你发现呢 就上面那些呢 就是那只 Psychohexane 或者Psychohexano 那你见到呢 Psychohexano 虽然有Hydroxygroup 分 但是呢 它有六个Carbon 大架 浪Polar部分 大架 未必好用在水 所以它比较油性 另一个呢 就是水性的东西 包括呢 刚才那只 Soldi 反映了之后 会变成这一只 是吧 好 那你就可以把本来Monocule的东西 分开了 好 那你告诉人 要 我们呢 我们呢 要上面那些 原本的东西 所以 discard下面那些 或者 discard 就是放弃它 不要了 或者说 要上面那些 collect the upper layer 或者organ layer 就是这个 有C 有double bond 还有 有这个 Psychohexano 这些东西 OK 好 那接着 画图了 是吧 刚才说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刚才 要画到这幅图 Water in Water 要加热 这个 告诉人 这个 就是acti Bumping Granials 要不需要加S呢 看看 这条线是指一粒 还是两粒 如果是指一粒 那就单数 如果指多过一粒 那就中数 譬如我指一粒 那就单数 没什么所谓 OK 好了 他说 one mark画对 包括要用啤梨樽形 pair shape glass 包括有一个fraction column 中间有些东西 中间有些小小粒的玻璃柱 Glass bean 你不计划它 它也算了 是吧 就算了 但是当然我们 我们不会 凶吵吵吵的 所以你要加些Glass bean 是吧 接着有支fermometer 是吧 还有什么 有water condenser 是吧 接着有个adapter 这些其实可以透过这一条 你们可以做得好些 还有要有个container 收集东西 或者你没有label 它也算了 不过我们作为 准备公开试 你要label5以上 这些画了给别人看 这些是什么 label给别人看 那就最棒了 好 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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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label 就是 Water in Water out 这个位置 就是今年 就是刚刚那年 主要label 它就算是 要加热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是 说一下这些 说一下这些 应该都值得 说一下 这个是什么 Water condenser 不过你发现公开试 它要给一分 它越要求高 越多人拿不到分 所以它其实就有 有个最重要 显示到三个 这个是你第一天考试 一定要说的 ok 好 那另外 看看先 43分 我不肯定说 但是我想透过今天和你做过程里面 我想你留意一下 就是 其实里面那些要求是 筆记已经有的了 又是我的精毒筆记未必完美的 那我鼓励你透过做法里面曾经考过的标准答案 你开始抄到中间的精毒筆记的位置 甚至不够的这部字 加字 那第二天只读筆记 你就已经搞定 就不用整天揭筆记 那所以呢 这一两个月再做好些 好吗 那我想提一提 就是 最后 那我下年呢 2020年呢 我们第一个星期呢 我都会 那我会实体保的 那所以呢 我应该有机会呢 就是星期一日上学 我们下午放学呢 三点二十分 我会三点半呢 那我们就不要保两个钟 就保个半钟头 那三点半到五点钟 那就有机会 我应该会讲 讲到七八九 那我会在google classroom 发放的资料给大家 那大家预留第一天上学呢 就是一月三号 不是啊 我那天应该要开会 所以可能星期一不行 所以我会约大家第二天星期二 OK 星期二 那所以呢 我马上大家星期二先 如果有保师约你们 補课呢 就一月四日 一月四日 终于第二天上学了 那我在google classroom 我会再发放 那我就会讲呢 讲完那个七八九 就是关于race of reaction 不是七八九 是八九十 race of reaction delta h 那我会再讲 那我会再讲 那另外呢 就是 那星期三 29号呢 上午呢 就去那个精工考目 那 那应该他们通 会email给你们的 就是给个准考证 如果你不见了准考证 或者找 他不给你 你不要不去 因为 所以 如果你万一没有准考证 都去 你就拿准考证 他就给你入场了 知道吗 那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就找我 找miss chang 就是比如说 一些东西漏漏了 或者地铁清楚 其实是在长沙环 T 教室 中学来的 那 那 其实在长沙环 那个地铁站 一出就是 那 你用 那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去这里 点完个名去 跟着我们就走了 祝大家 聖诞快乐 那 那 我们可以在聖诞节之前 完成了 那 大家可以多些时间调动 去温习 那 点完第二次名 那 我们就完结 好 那有问题可以留下问 有问题可以 点完名就可以离开 就在nak快乐 点完 那 então 就是 很好